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美国将军全世界要为俄罗斯解体做准备 美国将军本哈吉斯今天提醒全世界 必须要为俄罗斯的解体做好足够的准备 哈吉斯将军说越来越明显的是 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 而克里姆林工人面临历史性的危机 他接着说呢 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见证终结的开始 不仅仅是普京的政权 而是俄罗斯联邦本身都要解体 稍微熟悉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 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就是突然解体的 在苏联解体之前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预计到苏联将会解体 苏共将会垮台 因为苏共也罢 苏联帝国也罢 在当时看来都是地球上的庞然大物 是仅次于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帝国 甚至很多人认为呢 他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美帝国 比如说他的核弹头的数量和总的弹量 还有呢他的军 庞大的这个军队 坦克军团等等 但是呢他瞬息之间就像一个破旧的老房子那样倒了 或者就像一条这个巨大的破船那样 一阵风呢就把他吹垮了 因为专制帝国呢 其实本质上都是不堪一击的 因为他内部早已经千孔百畅 而统治者呢 只想维护住表面的那个 就是光宣亮丽 他对这个就是帝国本身 内部就像比如说一个巨大建筑 里面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内伤 或者说呢 结构性的危机 他视而不见 事实上呢 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说处理或者改造 他只能呢 反正过一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 他自己只想个人牢取一点好处 就像那个苏联帝国的主要葬送者 伯雷日涅夫一样 整天化天酒地 帝国的灭亡 他认为看来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他所做的一切 实际上都在推动苏联帝国走向灭亡 现在的普京帝国也是如此 普京呢 看到了这种灭亡的前景 但是呢 他不愿意承认 因为呢 他小时候呢 就受了苏联教育的赌 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俄罗斯拥有伟大的文化 拥有跟中国人一样的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 是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一级 或者说呢 注定要成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领导力量 怎么能崩溃呢 怎么能灭亡呢 只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呢 他才悍然的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当然中华帝国呢 或者习近平帝国没有普京那种大的胆子 现在到现在为止呢 不敢去攻打台湾 但是呢 他对内的这一场内战 也就是所谓的清零内战 也会把这个中国呢 把中共这个帝国呢 给弄垮 此外呢 这个英国下议院宣布禁止中国代表 赞扬女王伊荣 因为主要是很多英国人担心呢 或者认为呢 中国的代表去瞻扬女王伊荣 是对女王的玷污 所以说呢 要预宣禁止 这是英国下议院议长霍伊尔 代表英国的这个国会 向外界宣布的 这个作为呢 实际上就是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一次呢 禁止这个 同时呢 英国政府还宣布呢 禁止这个俄罗斯的代表 白俄罗斯的代表 去参加这个女王的这个悼念仪式 也就是说呢 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国家元首都受到了邀请 唯有这几个国家里外 对中国的限制呢 也是跟俄罗斯几乎是同样的级别 这显示了英国根本就不满 不在乎什么你俄罗斯帝国 什么中华帝国 要知道历史上 英国呢 曾经独次或者呢 多次三次以上 打垮中国 英国呢 也曾经多次单独 或者打垮过这个俄罗斯帝国 应该这样讲 中俄呢 在历史上都是 大不列颠王国的手下败将 所以呢 很多人以为英国是一个小的国家 其实不然 英国呢 迄今为止 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也许呢 它仅次于美国 除此之外呢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 总体势力 也就是软势力和硬势力方面 能够跟英国相提并论 你别的不说了 大英帝国本身 它实际上还保有着这个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还有这个新西兰 英王本身也兼认着这些国家的国王 所以说呢 英国呢 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另外呢 今天有消息说呢 这个长沙呢 这个大火呢 可能伤亡惨重 9月16日下午呢 中国电信大楼 发生了 这个 非常厉害的火灾 整个的大楼被烧成了火柱 这座大楼呢 在2000年建立的时候呢 是湖南省当年第一高楼 有多高呢 218米高 有几十层高 几十层楼 网友呢 认为呢 中国三大电信行业 都是腐败的重灾区 所以说呢 他们估计呢 这是大火 可能是有人故意重火 比如说呢 这样一重火呢 就可以把这个 中国电信 在这个湖南的 这个公司的很多资产呢 给一笔勾销掉了 因为这笔钱 已经被他们贪污掉了 所以这样的火灾呢 在中国呢 都会经常发生 中国的粮库啊 中国的 反正所有的这个国营公司 或者大型研究所 它为了掩盖 这个贪污了大量的国家财产 他们都会重火 此外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消息 就是黑龙江 有一百多个大白 集体中毒 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两年多来 中国呢 出现了一个怪物队伍 就是大白 从头到脚 都穿着 这个白色的衣服 然后露出两只 骷髅式的眼镜 而且呢 这帮人呢 还不仅仅是一物工作者 他们能打散斗 他们经常这个 打压中国的老百姓 强制进行许多行为 他们在中国横行霸道 他们甚至呢 坐着飞机到世界各地 不过呢 昨天呢 法国宣布 禁止大白进入机场 就是说 你敢穿中国的 那个大白服装 就不准你进入 法国的机场 因为法国认为呢 这些人是恐怖分子 给人们造成了一种 非常不好的印象 这帮大白呢 虽然作为作福 但是他们其实本身呢 也只是中共的炮灰 比如说今天呢 在黑龙江 黑龙江大庆市的警员小区 这个社区人员和志愿者 也就是所谓的大白 有一百多人在一起 集体吃盒饭 结果呢 集体中毒啊 这帮孙子呢 摇摇晃晃的挣扎着 要离开小区 前往附近的医院就诊 但是呢 结果 但是呢 被门卫野蛮粗暴的拦住了 门卫说 按照规定来 你们没有通行证 你们就不能走 他们说 那难道让我们死在这个小区里面 小区的院子里面吗 对 医院的门卫直接了当 说没有通行证 你们就得死在小区里 难道你们不是这样对待别人了吗 现在呢 县市报 达到你们了 反正没有命令 我们绝对不会开闸 不会让你们的车子和人 离开小区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另外呢 这个黑龙江呢 真是够黑恶的啊 黑龙江省的这个哈尔滨市 已经哈尔滨银行爆雷了 就像河南的城镇银行一样 不过它的规模呢 要比这个河南的城镇银行大得多 因为呢 中国呢 还有一些中级银行 就是省会银行 比如说哈尔滨银行啊 什么天津银行啊 什么这个武汉银行 或者广州银行 它们的规模呢 介于城镇银行和中国的国有大型银行之间 它的规模呢 也是相当大的 储户呢 动辄数百万 现在呢 这些储户呢 完蛋了 因为他们的钱 又被这个黑龙江省委的那一帮人 不采用各种各样的 乾坤大挪移给转移走了 现在银行爆雷了 那么省时论呢 当然 第一呢 是储户 第二个呢 可能呢 政府呢 也得用公共的税收 拿来抵消一部分 这就是中国式的游戏 就是说呢 贪污 分赃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套路 老百姓呢 只能像韭菜一样 随时等着被割